现在是25号的3点50 救护者终于来了 我是毛老华 我在杭州 我在浙江 我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山沟沟里面 在隔离 然后呢 我是今天凌晨 可能四点过的时候 就是被救护车 就从我住的地方 给我运到了这里 然后呢 原因呢 是因为我前段时间 就是去南京的那个机场 带过一下 然后呢 就被检测出来 可能有 就是携带这个 这个病毒的风险 然后我就被 集中隔离了 实际上呢 我是 做过核酸的 然后是阴性 就是核酸检测是正常的 但是呢 出于安全的考虑 我就被带到这个地方来 隔离了 非常遗憾 然后因为我是四点过到这里 然后现在等于说刚 刚睡醒吧 刚刚恢复的意识 因为 早上过来的时候 就是意识都得模糊的 我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然后现在早上起床 看一下这 这边隔离地方 其实风景还是可以的 因为 看我身后 风景还是不错的 刚好这两天 浙江在刮台风 在这个地方 吹吹台风 就是看看 山景 我觉得也是 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 现在就是 疫情比较严重 我们还是要积极配合一下这个防疫工作 然后呢 就是去 就不出门 当然我也出门 就是在这个 非常安全的一个山沟里面 我要 第一是躲一下台风 抵御一下台风 第二呢 也是避免就是疫情扩散 我们准备的 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给你们看一下 风景还是可以的 外面好像还在下雨 楼下一个池塘 我就不能走出去 拍给你们看了 因为他这个门 好像给你锁起来 这边就是这个情况 再给大家拍一下 窗外的风景 这边也看不到什么其他的东西 赏一下这个夏天的景色 这里鸟与花香 还是不错的 可惜就是不能走到这个阳台上 这是今天的遗憾 有点小遗憾